白衣黑褲神情憔悴 連白頭髮都變多了 藝人NONO面無表情 這是他審議第41天 首度露面 被檢警移送到台北地檢署覆訊 面對記者詢問 一句都不說 網紅小紅老師毀滅式爆料 指控NONO對被害人伸出狼爪 檢警2號上午突襲是搜索 包含台北內湖住家 辦公室 查扣筆電手機等電磁記錄 要求他交出帳面 希望能還原證據 但當時老婆朱海峻不在家 NONO則是表情震驚 隨後心情轉為平穩 淡定地說遲早要面對 原地十一點就要送往北檢覆訊 延遲到下午一點 檢察官序後依妨害性自主 裁定NONO五十萬交寶 經紀人下午出面半寶 一度囂張大吼場面失控 NONO依舊保持沉默 日前小黃老師暗鈴控告 列出NONO五大罪狀 對被害人性騷 性侵 性侵未遂 強制違憲 還性侵未成年 IG最新發文 對NONO交寶不能接受 背景表示將近十名被害人 已經做完筆錄提告 巧合的是這回NONO硬訊 和射銜偷拍的藝人顏亞倫 同樣身穿白T引發討論 NONO身先醜聞風暴 畢竟多達三十人受害 重創演藝事業還有副業 恐怕短時間難以抽身 華日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